好了 回來了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點贊 訂閱和分享 講一下俄乎戰爭周邊發生的事 現在波蘭呢 這個真的要注意 這個可能會有其他問題衍生出來 波蘭呢 他現在就是第一個 說會將他們的戰機給烏克蘭的國家 他已經承諾了 即波蘭已經出來說 會將他們的米格-29 丟到烏克蘭 這些飛機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些飛機本來是東德的 跟著東德和西德統一了之後 他們最初都有一段時間有用米格-29 不過跟著就沒有了 就不理了 因為全部轉為西方的武器 即德國空軍 把這些飛機送去波蘭 周邊的地方 現在波蘭就會將米格-29 送去烏克蘭 你說有沒有用? 沒有用的 我也認真地說 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他送去東德的時候 已經是再閹割了 情況就是這樣 蘇聯賣的武器給那些社會主義兄弟國 從來都是留一手的 從來都留一手的 還有有些關鍵位 你根本不可以拆來維修的 你一定要拿回去俄羅斯才可以製造的 他們也很厲害 俄羅斯做事 他們做的產品是這樣的 之前有一個朋友去買過俄羅斯製造的機器 他是台灣人來的 他買了幾部回來 當然是台灣人 你也知道會怎麼做的 台灣人當然是買回來 然後拆你的 看看你裡面是什麼 拆完之後就複製你的 台灣人一向都是這樣的 譬如任天堂紅白機 去台灣地區 買你幾部 拆開來看你什麼 拆開來看完之後就複製你的 在國內也有 小天才那些就是紅白機 任天堂紅白機 都是複製人的 有什麼這麼奇怪呢? 在俄羅斯製造的東西 這就是我朋友的經驗 他一拆 不知道為什麼一拆 裡面永遠都是關鍵部件都爛了 他們設計到是拆不了的 很厲害 俄羅斯真的有他厲害的地方 為什麼可以拆不了 當然很多人研究過 他買了幾部的原因就是 他也打算複製這些機器 放在他台灣的生意 不同地方都可以用的 就好像複製別人 誰知道結果放了幾部回來 也沒有用 也複製不了 結果還是要死死地氣 幫俄羅斯買這個機器 放在他自己的連鎖店裡用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的關鍵部件是不讓你拆的 而且他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已經想過了 你怎麼會仿造 你會怎麼拆 你用任何方法來拆 他裡面的關鍵部件 全部都會弄壞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做到 我問過的朋友 我也不知道 他找過很多師傅 都弄不了 我根本無法抄襲 所以你說現在 給那些舊的米格機 烏克蘭 烏克蘭有沒有辦法處理 我認為烏克蘭 他們也有方法處理 因為他們也是一份子 就是有些事情 他們認識的 但是 這次就 嚴重了 有些事情 實際影響沒有 但是政治影響就有 因為他一開始 送戰機 這是第一步 我認為 之後會有其他事情 那麼 波蘭為什麼會這樣做 他們其實 認為一件事 我當然是 講回 他們 為什麼有人說 會陰謀論 他們當然覺得這場戰爭 在烏克蘭打 比在波蘭打 是不是 如果 你撐得住俄羅斯 當然是烏克蘭撐得住俄羅斯 比俄羅斯 要撒過來波蘭 如果 俄羅斯 即是大軍壓境的話 對於波蘭來說 心理壓力就太大了 因為俄羅斯和波蘭之間 是沒有互信的 以及波蘭一直都是反對俄羅斯 最強力的國家來的 是沒有沒有之一 根本是波蘭的總統 是最反俄羅斯的 哈哈哈哈哈 因為 冷戰期間 波蘭政界 外交界 差不多全部人 都是把俄羅斯 視為敵人的 而華沙 即是波蘭 他們的首都 裡面的從政 軍政界人士 全部都認為 普京是不值得信任的人 哈哈哈哈 即是 俄羅斯 一擴張 波蘭 就很有警覺性 因為波蘭 是試過滅國的 哈哈哈 這個真是嚴重 被史達林和希特拉分開了 哈哈哈 分一開二 哈哈哈 直接是滅了國的 你說 這樣 你說有沒有警惕呢 當然是有警惕 哈哈哈 還有普京 喂 說到普京大帝 你說有沒有警惕 當然是有警惕 因為很正常 有警惕 好了 其實 波蘭呢 你說他耗戰也可以 你說他 跟條約做也可以 波蘭呢 他加入了北約之後 他長期 都是履行了 北約的要求 也履行了 他對北約的承諾 就是將 國內生產總值的2% 拿去做 國防的軍費 費用 就是 2% 那麼現在 你看 波蘭之前公佈了 他們會將這個數目 提升到4% 那麼 你提升到4% 其實波蘭人已經辛苦了 我也說過 哈哈 不太禮貌的說話 就是 你的軍費一到4% 其實民生就已經開始受影響了 就是這件事情 接著還有就是 如果他再升的話 有機會再升 因為如果烏克蘭塌了 的話 他很有可能 就是 起碼要將這個數目再翻倍 因為 陸地邊境太長了 而且其實是無險可守的 就是 這個地方是無險可守 就是說烏克蘭是無險可守 是的 烏克蘭是無險可守 但是 你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波蘭也是無險可守 很糟糕就是 他們根本這些平原國家 是無險可守 沒有辦法 真的 他一定是 要加強防禦 哈哈 那 美國方面 他就說 波蘭呢 就是 他們自己派這個 不是派這個 米格29戰機 過去給烏克蘭 是沒有違反北約的規定的 這個 亦都符合北約成員國的身份 要做的事情 沒有問題 不過 會不會改變 就是 北約內部 那些國家 那些操作 他是會的 我認為是會的 還有 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應該之後 可能有些國家就說 不理了 放些F16過去烏克蘭 就是等它 可以繼續打 應該是會這樣的 那 當然 現在有一個國家 一直都是拖著北約的 這個不給 那個不給 那個就是德國 那 德國這樣做 其實 是有什麼算盤呢 有些人是這樣分析的 就是德國 始終是來俄羅斯比較遠 所以有一點事情是沒有コミ lasso 對他們來說 中間還有波蘭隔一間 還有烏克蘭隔一間 那又沒有什麼事 所以 所以 15-20 不太緊張 那還有就是 美國這個核保護傘也會保護德國 你之所以 德國的想法當然是這樣 還有他們的小算盤 這是德國周邊的國家的人分析 德國是有小算盤的 他覺得如果他要在北約、歐盟說話大聲一點 有些事情就要拖住一下 等危機再大一點 危機再大一點 如果你說對德國有沒有好處 其實你想一下現在的實際情況是怎樣 你也可以看看歐洲實際情況是怎樣 德國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法國也是沒有什麼問題 歐洲大國那些根本沒有什麼 英國是比較差 英國是比較差 但是他們嚴格來說也是沒有什麼 自由暖氣比較貴 不過這個我也要說 自由暖氣這個問題 電費這個問題 能源這個問題 歐洲長遠都會面對 英國那些的想法當然有不同 英國那些覺得可以一夜打炒俄羅斯 一夜打炒俄羅斯之後 那些便宜的能源 就源源不斷供應給西方國家 但是俄羅斯又不是那麼順灘給你這樣 有其他國家很順灘給你英國這樣 俄羅斯不是那麼順灘的 俄羅斯的做法就是 可以跟某些國家合作 可以供應天然氣 像德國之前那樣 那便繼續買便宜天然氣 其實俄羅斯有沒有好處 俄羅斯也有好處 俄羅斯把天然氣運到中國的成本 其實也很高 你說氣喉管 喉管要用能源去加壓 即是氣要加壓 喉管運輸天然氣也好 石油也好 要加壓 還有 喉管很長 是有洩漏的風險的 還有 它本身根本一定會洩漏 那它一定會洩漏的時候 那它實際去到 賣給中國的時候 它少了很多氣 所以之前 就算中國有簽到 跟俄羅斯買很多天然氣的訂單 俄羅斯永遠都是跟不到 合約的量去供應給中國 一直都是違約的 但是當然它簽合約的時候 就沒有說這樣不夠量是違約的 所以結果中國也要幫其他地方買天然氣 現實就是這樣 那麼 歐洲現在的天然氣 當然北溪的喉毛 那俄羅斯的天然氣 它只能夠運到印度 中國這些地方而已 成本是高的 這個現實的成本是高的 價錢又要優惠 那俄羅斯其實 它們都覺得沒什麼好處 現實就是它們都覺得沒什麼好處 那麼 現在當然 就是波蘭這樣送了戰機 之後會不會打得更大 一些 暫時看 不會說真的在戰場上有實際的影響 我認為 那美國會不會說 因為波蘭派了米格29 然後他們就會派F16 美國 他們說了 他們就說不會 美國的評估 就是 這個F16 到現在都不是很適合 要給烏克蘭的話 你給烏克蘭的話 和給了俄羅斯其實差不多 這個就是那個問題 你為什麼說 給了俄羅斯 只要有一隻 落入了俄羅斯的手上 這個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你去打仗 你的 就是 就是 戰鬥器材 是很有可能 會落在別人的手上 這個是從來都是可能發生的風險 你說 不是啊 美國那些東西很厲害 但是 其實他們雙方都是有 你拆我我拆你那些東西的 你爆我我爆你那些東西的 你想一下 如果美國他要 就是 衡量一下那個風險 他自己都要計 不過這樣 就是 John Kirby 他也出來說 就說這個波蘭 他自己是主權國家 喜歡什麼給烏克蘭 就喜歡什麼給烏克蘭 也都我們沒有辦法否決 其實他就現在說 他沒有辦法否決波蘭的決定 那德國方面 會不會拿戰機 我就老實實 不會 就是美國其實 一直都 反對 就是給烏克蘭 就是給戰機 這個烏克蘭 美國也是反對的 因為 美國呢 就認為 要拿他們的戰機 就要很多訓練 就不切實際 還有呢 俄羅斯 就有 防空系統 根本 那些F-16 都很容易被 俄羅斯的防空系統擊落 其實德國也是完全排除了 把F-16給烏克蘭的可能性 但是哪些國家現在在推波助瀾 說一定要給烏克蘭呢 就是英國 英國和波蘭在這件事上 的看法是很一致的 但是英國叫他自己給自己的戰機 烏克蘭 他就說不行 這些戰機我也要用 這些颱風戰機 我也是要自己用的 哈哈哈哈 你不能給你 我可以訓練你們那些 就是 烏克蘭的機師 就拿西方的戰機 因為是一樣的 那我就訓練你 但是 你說 可不可以給你實際的戰機 Sorry No 辛偉誠也說No 辛偉誠最初說可以 接著呢 接著 華萊士就出來說 Ben Wallace 就出來說 不行 現在好像一隊單車隊 我給你戰鬥機 就像F1 F1車隊那樣 不行 這樣升得太厲害 哈哈 沒得搞 哈哈哈哈 那 你說之後會怎樣 喂 這件事呢 之後當然是有時間搞 就是俄烏戰爭 你說是不是很快就完 現在有些人在那裡吹 就說很快就完 沒事的就打完他 這樣 老老實實 我到現在的看法 都是很粗淺的 有些人說 你亂說 你可以說我亂說 沒有所謂 但是 看起來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到現在的看法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完 這場仗是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完 好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先說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好嗎 過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